Lets Unbox 我是刀坊 今天和大家爆箱的周械 Aga 還有Aga Gundam Universe Aga 我不知道怎麼說 因為人們經常留言說 刀鋒最愛系列 什麼Gundam Universe KOL 其實我沒什麼特別 很大忍的 但不知為什麼買下買下 真的買齊了 貪圖便宜的不用組裝 開出來才可以玩 這次有三款機體 第一個就是GP01FB 多了兩個推進器 就變成可以宇宙用 很開心 因為有機會出GP02A 我自己極喜歡GP02A 然後就有NEO OZ軍的量產機體 之後又是大型機體 繼上次Sasa比之後 第二部巨型的Uniiverse機體 就是這個Double O Riser 又是飛機 大大盒 但這盒也是兩塊水鬆一點 所以雖然大盒 但也不是貴太多 事不宜遲 我們拆出來和大家玩一下 先安裝推進器 在屁股上 在屁股上 我經常覺得這個還會有東西 再壓上去 沒有 這個洞很令我不舒服 好像漏件一樣 嗯? 應該有些聲音 掉下掉下 這兩個鈴鐺 名符 其實有兩個鈴鐺 換拳頭 一定是拿大槍的 沒有理由赤手空拳 又不是打這個GUNDAM FIGHT 好 組好了 就是這樣 給大家看看 前面 側面 和後面 可動方面好像不錯 因為我看到很大的棍子 露出了 可動都可以 拳頭 可以馬上來 投降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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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Wing Gundam染打這部 馬上投降 之後就腳 這部可動 還可以 屈到這樣 奇怪 為什麼這個位置不再偷多一點 明明你可以在這裡再偷空一點 屈高一點 現在最多這樣 去到大阪 心齋橋 鼓力過 哈哈 我整天試動作 都無意之中 弄了一些很噁心的姿勢 這個系列比較差 唯一就是腰 如果這個位置 能夠再扭多一點 那就完美了 但不知為什麼 經常都會有些位置卡住 不知為什麼 好 給大家看看槍 槍 槍都挺過運的 有個 裝子彈 裝BB彈一粒粒的 有個彈夾 應該相信彈夾 然後這個有一個 瓶在這裡 咦 對了 OK的 手 都摺到 拉到前面 可以這樣扶著 槍 對了 對了 OK的 造型問題 這個波波 方便很多 留了這麼大的位置 手可動就很好 反而這隻小桌 這次可動有點驚喜 不錯 先拿多路機師出來 我小時候 不相信 你同學跟我說 多路機師是 NEO 這個量產機的強化版 還是它是它的量產機 我小時候說 不是吧 差這麼遠 多路機師 帥哥 再深入一點 看看 其實很多位置 其實是一樣的 只不過這個 加重點裝甲 最主要的樣子變了 不過 我是不是需要再買多 買多兩架 大家也要第二架 如果想穿多好機師 裏面 整件事可以更好 滑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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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 ake 我經常說這個Uniiverse系列 好像以前MIA MS in Action系列 我小時候唯一有買MIA 就是買GP01和GP02A 所以現在見到這個Uniiverse的GP01 很有噴射感 我拿出來之後 做一點點功夫 背包 有背包才可以上這兩個大Booster 打給它 它有一個可動的轉輪位 可以這樣動 另外就有兩把激光劍 插起來 之後就先拿一支雷射炮 都算細心 它的雷射炮 起碼瞄準這個位置 它的槍全部都上色 有時候瞄準器有些綠色 有些黃色有些紅色 它都分好色 它的筍是比較短 因為它的引停 再加上背包 都是有些負擔的 但是它的筍不是夾得那麼緊 所以就變成經常脫 好 先看看 站好一點 OK 英俊了 GP01 很老實 除了卡洞片 0083 超好看 無線有播之外 我對它最深印象 是機械人大戰F 因為它也是前期的主力機體 因為迴避率高 而且好像有會心 所以這部機 好 給大家看看 前面 側面 和後面 是有點帥 因為很有親切感 剛剛講過玩具 小時候有買 這部電影也好看 機戰也是常用機體 所以這部機 是有點打爛陣的 可動方面 這個比較麻煩 這個肩膀 都可以 它可以揭起一點 肩膀動得不錯 之後 腰就完全 完全封死了 另外裙板 亦都是這個裙板 應該說所有的Gundam Universe 那些Gundam的裙板 都是起不了的 所以下半身的可動 就有點懶惰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次GP-01的藍色 製造得多漂亮 不會有一種很膠的感覺 那種藍色多漂亮 本身GP-01的造型漂亮 就算它現在是簡化版 連教玩具 簡化完之後 都不是太大的走樣 都保持到身形又高又瘦 起了角 都不錯 但我喜歡這個背部 這個推進器 就可以有一個可動位 我原本打算是刺下去 不能動的 現在可以 調一調的方位 整隻東西的動感就會大很多 GUNDAM Universe 一大特色 就是它一定會有激光劍給大家 拔出劍柄 這樣就 握槍和握劍都可以 不過我想要等GP-02A 他們兩個一起 才可以做一個經典格劍的動作 如果平時的話 我覺得都是握回這些雷射槍 就會比較型 好 最後了 這套的一個重點 有看直播都知道 我玩那個爭鋒對決 這陣子都經常用Double O Riser 因為真的厲害 真心屈技 超強機體 好 裏面有這麼多的工具 先砌 先砌戰機 好 尾翼可以動的 之後 後面就這樣 不過沒什麼所謂 這個最主要一會 都會陷入Double O 好 接著到主角 Double O 上次我看官圖 感覺上 都好像比較 有點笨重 感覺 武器裏面 這麼瀟灑 始終這些都是難搞的 這麼複雜的東西 硬要 弄做廉價玩具 是有點難搞的 算了 便宜便宜 還有兩個屁股 有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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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是 有些變成瘦仔 的身形 但還是很帥 Double O 超強 看一下 好像有很多機關 肩膀 可以這樣切 之後 一般 那些 他們的身體 又是腰動不了 早期那些 令下盤 都不是很抹到腳 現在起碼 都可以做些 坐下的姿勢 算是慢慢改善 腳 也可以屈到這麼多 之後 事不宜遲 將飛機 陷上去 我覺得 始終跟飛機 陷上去 會更好 我們首先 又要再拆散 剛剛才合完 又拆 好 我們先處理了 飛機本體 先 這裡拆下來 OK 之後呢 就 刺上去 背部 還有呢 肩膀 兩對 翼 都刺上去 嘩 沒有力 加入 剛才 肩膀 多了兩塊東西之後 感覺整個東西很累積 現在呢 背包有兩隻翼之後呢 拿回Balance 我就順眼了 嘩 很有型 看看 他那兩把雙劍呢 就可以變成槍 的 好 拆下來 或者都 即是以GUNDAM UNIVERSE來說 都算做得很細緻 不過呢 他那個槍柄 似乎 太幼 還是說 他的拳頭做得太大呢 即是拿劍就剛剛好 沒有夾緊的 但是拿槍就變成 他有點 鬆鬆的手 老友 好像拿回雙劍劍 會有型一點 除了拿上手之外呢 亦都可以 放在裙板邊那裏 嘩 真心不錯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比較 只是沒有 好像是沒有Double O的產品 所以這個 作為我第一隻Double O的產品 我覺得OK啦 收貨啦 因為不能比較 不過以200元 鬆一點來說 OK啦 今天的爆箱指數 實話 我知道我們的頻道 也有很多觀眾 是模型製作高手 做模型很厲害的 因為通常我做的模型片 觀眾都給很多意見 怎樣做得好些 或者怎樣做得容易些 很多觀眾都有很多意見 相信大家對模型都有 很深厚的技術和認識 但因為我自己真的沒有時間 再加上都是懶的 所以這個系列我自己喜歡 就是便宜開出來馬上玩 不要以模型的角度看起來 當作玩具 Action Figure 便宜一點 100多元 一開出來馬上玩得 再加上又不會怕 那麼容易弄爛 我自己也挺OK的 所以一直都有買 粗玩也算不錯 而且近來 開始出一些巨型機體 上次就有這個 SASABI SASABI 大大隻 嘩 嘩 嘩 好像上次SASABI 抵彎一點 SASABI SASABI 成座山那麼大隻 所以這個系列的 新緣性都挺大的 甚至乎出一些 以往沒什麼可能 出到模型的機體 我講的是 我經常講來講去 都希望這個系列 好像以前MIA 那樣 出那些 G Gundam 那些G Gundam 那些 古靈精怪 荷蘭高達 人魚高達 宙斯高達 我想出那堆 因為他每一次出三個款 一定會塞一些豬頭骨 所以就希望這個系列的 伸延性可以再大些 除了人器機體之外 出一些比較冷滿的機體 那就開心了 好了 今集暫時玩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和SHARE給朋友觀看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和你話 Gundam 1 2 1 1 1 2